土城有條林蔭道路 這裡種滿台灣藍樹 風柔柔吹著樹木的景致 就像是風景畫描寫的畫面 一旁還有餐廳落腳在這裡 開店的是一對夫妻 因為喜歡這裡的感覺 築起自己的餐飲創業夢 最主要是這邊環境 我覺得它是有林蔭大道 那它整排都是台灣藍樹 那它鄰近公園 所以我們看中的是這個氛圍 覺得這個環境是非常適合開餐廳的 有創業夢賣的是有健康概念的 地中海式飲食 以大量的蔬菜 水果 海鮮 古類 和橄欖油的料理 業者推薦這一道南瓜鮮酥義大利麵 用一整個南瓜蒸熟打成泥 才能做出濃郁的南瓜湯底 加上各式蔬菜的搭配 這一道義大利麵超級是有健康概念的 因為我們就是用新鮮南瓜 我們結合了在地的南瓜 那我們就是從採購到放到它熟成之後 才整顆下去做料理 所以我們從壽司還有蔬菜配料 都是在地的食材 下去自己製作的 另外地中海式的飲食概念 也讓他們研發出 辣味腐乳櫻花蝦細餅麵 把直接食用的辣腐乳作為調味料使用 然後用屏東東港的櫻花蝦來提味 細餅麵或者食材的奇妙口感 顛覆意大利麵給人的印象 我們想要顛覆一下就是 一般人對義大利麵的一個既有的概念 所以我們把它結合了一些中式的一些醬料 那一些料理的方式的改變 呈現出來的這一道比較特殊的創意料理 這裡還有好多種餐點 薯條 炸魚或是各式飲料 都可以讓你看到眼花繚亂 這些餐點的設計 相信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業者說菜單的設計 和營業方式也有關係 全天購點餐 非分用餐時間 主要是想讓客人上門來 能夠滿足需求 當過上班族的老闆娘了解 工作一忙起來 有時候用餐不固定 只要營業時間來 通通都能夠餵飽顧客的五藏廟 之前在網路上都有聽 就是他有網路FB上面 都有人在報導 覺得說可以來試試看 來了好多次 覺得他的餐點什麼都還不錯 我們的在地里長 他其實是很用心的 那我們也有跟里長這邊結合 我們有去彩繪了這邊整條的街道 我們有一部分的那個街道彩繪 是以路的主題 以大自然的主題 也有以那個夢 幻想 就是做夢 對…去做彩繪 另外要告訴大家 這一家餐廳是鄰里的好夥伴 參與了社區美化 顏色亮麗的彩繪 更加添軟樹大道上的特殊風情 還有業者夫妻倆為了打造夢想餐廳 把在國外旅遊時 專門收集到鹿的相關擺飾品 放到店裡面來 然後在朋友的建議下 鹿就順其自然成了店名的來源 讓這一條靈印道路上有這一家餐廳 可以坐在這裡擁餐和朋友聊聊天 填飽肚子後活力滿滿過生活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